喜欢极简风清冷感的朋友们呢 今天的视频就来对了 Low Classic在江湖上被称为韩国Sling 就是因为它非常有Sling黄金十年的味道 简约优雅又很萨的风格 干练的同时呢又不会给人那种强势压迫感 其实光看它的画册就非常的养颜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它值得购买的单品 和秋冬那些期待的上新 平时比较关注韩剧和韩国明星的朋友们呢 应该对这个牌子不陌生 它是一个出金率非常高的品牌 那最近我看到一些国内女明星的街拍当中呢 也有Low Classic的搭配 并不是黑白灰就是极简 越是号称极简风的单品呢 越要看那些细节和裁剪 我自己买过Low Classic很多单品 让我印象第一深刻的呢 一定是它家的外套系列 比如西装外套 比如风衣 那像范冰冰和欧阳娜娜初进穿的这两款风衣呢 都是来自Low Classic 现在品牌的竞争呢非常的激烈 如果不是广告代言任务 还经常会在明星私服中出现的单品呢 一定是有它厉害的地方 大家知道风衣呢年年都在流行 来来回回最多的就是H型的经典款 要么就是单排扣的宽松款 真的是有那么一点审美疲劳 没有什么新鲜感 但每次我看到Low Classic风衣设计呢 真的是每一件都想上身试穿的程度 大家请看这些风衣的版型和设计 比如它肩部的裁剪一定是宽松的 但又有女性的曲线美 不是硬邦邦的像穿男款风衣的既视感 我们喜欢穿oversize 但不是真的就想要穿大麻 而是想要那种松弛慵懒的感觉 那再来细节的部分呢 比如袖口和领口都有很多细节的精致感 它们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会在一些极简版型上加入柔化线条的设计 比如这件呢 它就在前肩的部分有一个双层的设计 看起来又像双层的领口 无论是颜色和面料都给人一种很飘逸很文艺的气质 它们风衣的设计呢 真的是每一件我都想拥有的程度 那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大家知道现在极简风的品牌呢 但凡版型设计拿得出手的 动辄就是上万人民币的价格 Low Classic呢 它不便宜 但如果和同等质量版型的品牌比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如果在有打折之类的活动呢 就会更划算 比如我们刚才聊的这件呢 它原价是439美金 现在我看到折扣就是300出头的样子 我的这件风衣呢 买的时候也是有折扣的 细节面料的质感呢 真的不错 沉甸甸的 我觉得它是在同等价位里面的优等身 而且极简风呢 又不容易过时 可以穿很久很久 所以尤其是已经工作了的女生 如果你需要一件版型特别好的风衣 好搭又有质感 一定要尝试一下Low Classic 也是因为版型很优秀哈 所以它们秋冬的大衣呢 也很值得期待 比如这种阔型的羊毛大衣 我看到演员白露穿了一件黑白格纹的款式 它是一个历领的款式 阔型的落肩风格 前巾呢 是这种很简约的单排扣 但季扣的走向 它是有一个弧度的感觉 不对称 那今年的新品当中呢 它们还出了绿色和咖啡色相间的格子 包括这种经典的牛角扣大衣 这种大衣呢 它是自带减零气质的 所以裁减更不能有幼稚的感觉 这件的版型呢 就是略带落肩的宽松风格 很像是韩剧里面 我们会看到那种男女主冬天下雪会穿的大衣 另外新款当中呢 还有一件小外套 一面是羊羔绒 一面是皮衣 可以双面穿的风格 扣子的设计和很有轮廓感的袖子线条 看起来非常有温暖的感觉 那这一类的外套呢 也是不太容易和别人撞款的 不会烂大街的风格 秋冬小西装呢 也是我们最常穿的外套类型 可是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那种大差不差的版型呢 内心应该都没有什么波澜 所以大家请看Low Classic它们的西装 它们会在基础款的版型上面 加入一些特别的元素 比如这件长款的单扣西装 它的袖口呢 就会有一个很别致的卷边 西装就不会显得过于的死板正式 那很多朋友秋天都会穿牛仔裤加西装的组合 是一个常规但也比较容易显普通的组合 所以大家呢可以尝试这种短款 它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优雅 但非常简洁的风格 这件呢我自己也有 它的面料呢并不是那种厚实的 有挺阔感的 反而是偏柔软细腻的小夹克 而且它是侧边系扣的设计 扣子呢也是隐藏在里面 颜色也是很有清冷感的米白色 非常的特别 如果你更喜欢合身一点 但又不会显死板的风格呢 可以参考这种肩部有一点oversize 但腰部这边高腰线的位置 是做了一个轻微的收腰 所以即使是小个子女生穿呢 也会有一个身材比例上的强调 所以它们西装的版型呢 更多的是在基础款上加入了新的元素 这些元素并不会喧兵夺主 或者有违和感 而是在极简风中呢加入了女性化的优雅感 虽然是极简风的调性呢 但它们的颜色不会一眼望去全是黑白灰 还是会有一些非常柔和的颜色 比如秋冬的真知里面呢 这是一件开山式的夹克 非常可爱柔和的浅蓝色 叠穿在灰色的打底下面 因为它是一个短款 所以搭配了阔腿的长裤 这种上短下长的组合呢 就很适合娇小身材的女生 又有好看的身材比例 颜色也会更亮眼 更有活泼感 另外调温的这款毛衣呢 也非常特别 而且这个搭配呢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借鉴起来 用秋冬的半拉链毛衣呢 搭配很萨的阔腿长裤 再穿一双复古管的运动鞋 很日常又很帅气 裤装的部分呢 也是low classic值得关注的部分 我有一条他家的长裤呢 每次搭配出镜都会有朋友留言问链接 那其实那一条呢 就是来自low classic 它是一个非常轻薄的面料 其实也更适合夏天 尤其是和衬衫搭配的时候呢 非常有飘逸的感觉 因为腰这边呢 是有一个折茧的设计 所以腰胯的部分看起来会很柔和 另外还有这种适合秋天穿的 两侧有口袋的长裤 这条长裤呢 是做的像牛仔裤那种前后口袋的设计 所以裤腿裤呢 会显得更有活力感 那总的来说呢 喜欢极简风格 清冷感气质的朋友们呢 low classic呢 绝对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品牌 我自己的感觉呢 是它的码数会偏大 尤其是外套的size 但版型上和质感上和图片是很相似的 几乎没有差别 另外价格在同等质量的品牌当中呢 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友好范围之内 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也希望今天的内容 可以给大家一些新的秋冬灵感 这也是干货满的Hot Tal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